台湾美女特务的神秘故事再添一桩 因为最新的维基解密出炉 这份美国外交机密文件当中透露 大陆前财政部长金仁庆 因为中了台湾女间谍的美人计 所以才在四年前请辞下台 电影色剑 汤维为了搜集情报 把梁朝伟迷的神魂颠倒 叠战片美女色幼的情节在现实上演 最新出炉的维基解密大爆料 四年前大陆财政部长金仁庆 请辞下台 就是因为中了台湾女间谍的美人计 当时谣传金仁庆因为情妇丑闻 才突然被贬值 而且这位神秘的情妇 是由前中石化董事长陈同海 介绍给金仁庆 而陈同海竟然也把她介绍 给现任中央统战部长杜清琳 这位大陆高官间的公共情妇 先前一度传出是一个叫 李威的法院混血 但一份美国外交部的机密文件显示 这名交计划不是李威 而是台湾的女间谍 过去女情报员陈念慈 也因为轰动一时的凯德蕾泄密案 引起美中台高度关注 虽然台湾和大陆都没有正式回应 这次的传闻 但会声会影 让台湾美女特务的神秘故事 再添一笔 终于新闻黄界亭综合报道